为进一步加快旅游市场复苏,增强消费动力,释放消费潜力, 3月1日起至4月28日,武夷山竹井区面向全国游客推出茶香疗愈畅游武夷免门票优惠活动。 游客凭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免门票,不含观光车票和逐罚漂流票。 日前,记者来到武夷山实地走访。 此次免门票的时间恰逢春光阵农的3、4月份,武夷山景区满目接律景色宜人。 在景区南路口,游客络绎不绝。 主要就是竹坊嘛,然后那个送接走一走,感觉应该人发展得越来越好吧,经济大家也会逐渐慢慢恢复嘛。 就可能客流量会更大一些,然后比较人就是说会来这些地方,就肯定会吸引更大的客流量嘛。 在武夷山新村镇的竹坝码头,工作人员忙着将回转到此的竹坝卸车入水。 春节以来,随着游客逐渐增多,他们每天的工作量都有较大的提升。 一天有一趟多吧,以前的时候三五天走一趟了,比以前好,好非常多的。 最近今天都好像忙掉了,都抱忙,数量多,餐牌数量多了,工资可能会更高一点。 雷小华在武夷山三姑度假区经营民宿多年,连累来,陆住的客人渐渐多了起来。 雷小华一早就开始忙着接待,向客人们推荐武夷山的旅游资源。 他告诉记者,景区向全国人民免门票以来,民宿的入住率显著上升。 现在的话,周末的话,那个出租率还是可以的,那平常的话,也在稳步的上升中。 那像正月的话,我们基本上都在爆满的状态,那现在这种经济复苏,然后大家都出来旅游,这种出租率都提高了。 我们是有信心的,目前武夷山这种政策的利好,还有这种民众出租的需求,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。 记者注意到,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,不少武夷山的民宿从业者致力于打造茶旅文化特色,为游客提供多元化的配套服务。 他们也十分看好武夷山民宿业的发展前景。 客人来了,我们有提供一些小电瓶车,让他们也骑去撞撞,服务啊,各方面也做得更好,免费品查。 武夷山这个旅游市场还是比较好的,民宿啊,还有这个餐饮啊,生意都火起来了。 基本上如果有时间客房的话,基本上都达到七八件,百分之七八十的入住率。 近年来,武夷山市围绕国际泛中国为武夷芬的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目标, 优化体质机制激活内生动力,利促文律经济体质增效。 记者了解到,此前,武夷山竹景区推出了新春游免门票政策, 印象大红袍实景演出、门票买一送一等优惠活动,游客数量大幅增加,旅游市场强劲复苏。 春节期间,武夷山累计接待游客43.45万人次,实现旅游收入3.25亿元人民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